公主殿下之前啊 和黄色城堡这个轮道翻了 一提到红色他就不高兴 原来如此 红色城堡听说这边办party 要送饮料 但是总管大人不收 这就闹义气了 总管大人说 他们在喝的 我们不敢喝 他们没在喝的 我们有一点兴趣 一个小孩子口不择言 冷冷说了一句 哼 饮料乞丐 小孩子不懂事 总管大人说 这样有人会不高兴 我就是要他不高兴 从前有一个公主 要说故事了 她想做一点 让百姓喜欢的事情 那就发钱呗 俗气 她决定要在皇宫里 办party 哼 皇宫里的厨师 据说会做米其林等级的甜点 哦 一开始啊 其实就有大臣建议 因为人数太多 最好叫外卖 外卖很方便 种类有多 但是 宫廷总管大人说 某些厂商 有人会不高兴 谁会不高兴 于是就有人建议了 百姓里也有很好的厨师 请他们来做一部分吧 所谓代工 总管大人说 这样有人会不高兴 谁不高兴 大家期待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party 宫廷厨师 慢工出细活 只做出一些半成品 啊 开天窗 厂商啊就紧急支援 送来了一些食物 饮料 但还是不够 糗了 百姓出现了骚动 有人就准备纠团 离开皇宫出去吃 自己解决 总管大人说 这样有人会不高兴 到底谁不高兴 你们想要去别的地方吃 我不是反对 是不同意 这 结果有部分的百姓 跑到隔壁的红色城堡吃东西 那怎么样呢 总管大人说 这样有人会不高兴 管他高兴不高兴 公主殿下 之前和红色城堡里的人闹翻了 一提到红色 他就不高兴 原来如此 红色城堡 听说这边办party 要送饮料 但是总管大人不收 这就闹义气了 总管大人说 他们在喝的 我们不敢喝 他们没在喝的 我们有一点兴趣 这是在转什么呀 很快的 皇宫里的饮料不够喝了 厂商又紧急加送 还是不够 糟糕了 而且上了年纪的人不愿意喝汽水 太甜太胀 想要喝茶 还挑 贵族们先喝 他们喝饮料的习惯 倒一杯 剩一点 好浪费 百姓就想去喝那些杯底剩下的 这也太可怜了吧 总管大人说 这样有人会不高兴 我高兴就可以了 喝杯底 我不是禁止 是没开放 这是在说什么呀 挡不住百姓阴阴其叛 开放 喝杯底 大家一拥而上 什么世界 一个小孩子口不择言 冷冷说了一句 哼 饮料乞丐 小孩子不懂事 总管大人说 这样有人会不高兴 我就是要他不高兴 于是给这个小孩 扣上了一顶红色的高帽子 叫他到角落发战 也就只有这一周 公主让自己的厨师做菜 本来是想做一点会让百姓称赞的事 所谓择披苍生 但是百姓的愿望跟公主的个人偏好有落差 就搞得他一直不高兴 公主并没救 原来百姓的困境就是因为有一个人 他会不高兴 总管大人还有话说吗 他不是生气 是不高兴 他不是讨厌 是不喜欢 我不是坏人 是没做好事 我不是做错事 是没做事 我没忘 是想不起来 他也说下声了 您说的这个故事 怎么跟现实情况这么像 不要误会 这都是做梦梦到的 哦 都无 cas 都无得 他 encf 都无可 都无当 从